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这张图必须要打码 不然肯定是不能放出来的 主角她是一位十岁左右的女孩 变成这个样子可能是因为代孕 这就是没有法律的地方 无法无天就是这样的 全部都放在地下来操作 完全没办法监管 说真的 我看到这张图的一瞬间我想了很多 我首先觉得她的父母完全不负责任 根本没有任何资格来为人父母 其次就是中共的教育是真的完全避重就轻 相较于幼儿院的小朋友都已经知道 打倒日本鬼子和共产党万岁了 但是直到初中可能都不知道最该知道的 最基本的关于人的生理知识 以及中国的网络环境 你说他们把游戏限制了 搜索平台都出了什么保护青少年的青少年模式 实际上全部都是表面功夫 一点用都没有 就是对于真正保护青少年的事情是一点没做 一点制度政策完全都没有 就是感觉好像很保护青少年 实际上根本就不拿他们当回事情 就在那些地方 我觉得就是在那个地方 有些人他真的过的是无法无天的生活 而有些人过的是爬着跪着的生活 另外就是呢 有网友又发现了这个护城峰 所有平台的账号全部都不能关注了 护城峰他是一位专门直播跟粉丝或者是路人进行视频语音连线的一个主播 天南海北什么话题他都可能会给你聊到 虽然他在极力避免 但是可能是因为他一开始的视频定位 或者别的原因 社会问题方面的话题就会比较多 那就很难不碰到一点点政治 护城峰已经非常小心了 但是架不住 你说现在很多人 他可能被折腾的有点受不了 或者怨气比较大 就导致之前跟他连线的人 其实有好几次都碰到了那个红线 像是有人说 想说这个希特勒是独裁 结果那个人说的是习是独裁 他没有把这个名字说全 导致护城峰就被封了好几天 还有之前有人在他的直播间 一连线就立刻放了一张习近平的照片 把他吓坏了等等等等吧 我其实之前就已经说过很多次 也算是一种判断吧 就是护城峰的直播形势是真的很危险的 他就是在刀尖上舞蹈 特别是在面临着这种收缩的越来越紧的情况之下 他是随时都可能被消失的 那也就算是不幸言重了吧 毕竟这个你对中国社会有判断 和他的状态的进展有考虑的话 你就应该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另外呢就是这样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 中国人对于一个 中国政府他对一个人的封禁是会有很多的形式的 说起来就是很好笑啊 这都有方式的不同了 封禁一个人 无嘴大概已经变成一个常态了 首先就是把你全网直接404 这就是最严重的情况了 直接就是查无此人了 你的号是被平台直接给删除了的 消失了的 除了你自己谁都看不到了 你之前的所有内容也都是不再能被查看了 那我在中国的社会上现在就已经是这样的待遇了 我之前那些一句话都没说过的 我只是注册过的平台也都已经没有了 就彻底消失了 你搜都搜不到 就像是从没存在过一样的 然后呢第二种情况就是 它会显示此号正在封禁中 这种呢一般它都还会给一个理由 比如说它违反了社区条例呀什么之类的 那它之前的内容你还能查看 然后它的账号呢一般也是还可以继续搜到的 那这种还能有一个解封的时候吧 可能是单纯的因为某些事情才会这样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护尘峰这样的 你会发现它所有的账号显示都是正常的 它也可以完全被你搜到 甚至还会再推荐在前面 它的过往的内容播放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不能再被吸引关注了 这就算是一种软封禁 但我也不知道是护尘峰这才能不能够化险为夷了 因为它是所有平台 不是单独一个平台了 那像这种就肯定是要政府官方去要求的 而不是一个平台的行为 我为什么说可能是有些是平台的行为呢 因为中国的每一个社媒它都有自己的审核标准 上面的敏感点他们都是靠自己猜的 因为官方它是不可能给一个说 我这个你不能说我这个你不能 因为他们说自己是有言论自由的嘛 所以说平台都是靠自己猜的 有些时候平台没有猜准 那么可能平台本身也会被请去喝茶 所以呢大家可能会发现你的有些内容可以发在这个平台上 但是另外一个平台就没办法通过审核 所以就很奇怪 那如果是个别平台的行为的话 那可能护生锋还是会没事的 但是这样子统一的话 那可能就是有这个官方的影子在里面 我之前有说过就是护生锋这种直播的方式 它的变数在中国的现在的社会的环境中是太大了 对于中国官方来说实在是风险太大了 因为你没有办法知道 预判你连外的那个人会做出什么行为 或者说出什么话来 那在那儿呢 毕竟处处都是雷嘛 那可能你不小心就踩到天雷了 对吧 所以说在那个没有办法 就是中国官方接受的事情发生之前 可能先把它限制掉 禁掉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那相对来说啊 胡锡进他被禁言的方式就是最高级的 也是比较比较少见的 一般平常人是碰不到的 就是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毕竟比较高 所以胡锡进他的账号是一切正常的 你可以关注 你可以点赞 你也可以转发 你可以评论 没有出现任何事情 只是他本人直接不敢再出来说话了 就是把他本人就是说给这个 可能联系了一下 说了一下 就是让他不要再出来说话了 就是这样的粉红 因为不够粉 面临了这样的一个被禁言的下场 不然的话 你说这次大A的起起伏伏 胡锡进那肯定是冲在第一线的人啊 不卖 一股不卖 高低不卖 不要以为洗一下仓 震一下盘 我就走 我跟你讲 我不可能卖出去 一股 有本事你全部跌停 你看下我慌不慌 好不容易让我怼住一波大牛市 你想把我洗下去 不可能 我的筹码 一股都不交出去 说实话 今天这种下跌 对新开户的股民 一点都不友好 国庆期间 新开户的股民 今天才能入市交易 人家新韭菜 刚刚一来 你就5000多只个股下跌 创业板 恨不得跌停 你是什么意思 你一直给这个新股民一个下马威 你股市 你要是这么高的话 以后那些新韭菜 谁还敢进来呀 现在是9点40分 目前我账户亏损是31万左右 但是不要慌 有本事你让我今天一天亏一百万 你看我卖不卖 我依旧持股 纹丝不动 你想吓我 你想挣仓 我是吓到的吗 我是你能洗完就洗得出去的吗 该吃吃 该喝喝 股票 一股不卖 坚定持有 不是我吹 我在股市这么多年 投了这么多钱 扛了这么多年 我如果这点定力都没有 我还炒个锤子 视频早点拍 我等一下就上课 要去练琴 还是那句话 跌可以 套也行 你让我亏 也没问题 但是你让我割 你让我卖 不可能 一股不卖 高低不卖 这一波牛市 我要从牛头吃到牛尾 你可以看 觉得真的觉得 就是我看到这位大伙的发言 我是发自内心的 就是福气了 我终于明白就是为什么中国股市 即使到了今天 还有永远不断的新韭菜 因为就是永远 有人不长畸形 他自己都说进场的是新韭菜了 那你是老韭菜 你不还是韭菜吗 难道韭菜还能够 倒反天罡 你把牛给吃了呀 怎么可能 说真的 就这几天 我看大A其实有点像看笑话一样 我眼看他起高楼 我眼看他验宾客 接下来可能就真的又要见证他 老他了 朋友们也都看了 各路牛马 进军股市 全民狂欢 基本上是 男女老少都在进场 家人们 我跟股票圈的一些大佬们吃了饭 大佬们就是说 就是干啊 就是冲啊 此时不冲何时冲啊 你不冲我不冲 大牛谁来冲 这个股票牛谁来冲 家人们 就是干就是干 挟肢大者 为国接盘 家人们就是干 我今天特意换了这件衣服 就是告诉你们 就是咱们就是红 红红红 千古长庭就是干 大爷的笑话 其实真的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每年都还能有这样层出不穷的 跳楼的有 破产的有 闹到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的也有 就是 但是 大部分人都依然坚信 自己是那个最后通吃的人生赢家 我真的很想知道 这都是 哪里来的自信啊 对吧 就是股市真的是有钱人的游戏 散户你就很像是游戏里面的NPC 代码可能都写的很随意 有些五官可能都是模糊的 你都是用来就是供玩家消遣 给玩家提供道具的 特别是在中国这样 信息封锁如此严重 政府所有的一切的决策动向 你都是很难知道的 这么一个状态之下的一个 国家的社会环境中 你怎么跟那些人斗啊 对不对 你从人家手里面 你蒸 真的连汤都喝不上啊 接下来一个多月 我觉得中国的短视频平台 应该会非常非常的热闹 因为可能有一部分就坚持 不管亏多少 我都要继续的 持有 有一部分呢 估计就是 要死要活了 还有一部分可能就出现在 社会新闻里面了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问题想要问我的话 请加入会员频道 加入之后呢 会看到会员专属的最新的 收集问题的贴文 然后直接在下方留言就可以了 除完全考虑 跟人隐私相关的问题 可能会珍重的选择回答 但其他所有问题 基本上全部都会一一认真做的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